我们来看一下核反应堆 上次呢说的那个核裂变 这个核反应堆呢只是把这些原子呢放到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区域反应完了就没了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个调节棒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拉到最大 这样的话很快就会反应完 然后温度呢就会特别特别高 当我们把这个控制棒挡住一些的时候 它的反应就会慢一点 持续的时间也会长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实时的去调节这个控制棒 然后来达到控制温度 控制这个反应的目的 实际的那个利用核能发电 就是这么控制的 它要实时的反馈 实时的调节 来控制反应的速度 在这里